我發給大家這個就是馬丁路德的95條Physics 對不對 那個東西其實還很有應用 因為那個東西是一個很重要的背景 裡面不單單有95條論證的每一條講什麼 而且他還特別提出來說 當初為什麼馬丁路德這麼樣子的反對 這個社稅圈的做法 是出於他的一個pastoral concern 他覺得農民的很窮 你看他們花那麼多錢 可是買了一個pastoral concern security 他覺得這個是太不道德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才反對那件事情 那麼我印了一些東西給大家呢 那麼同一篇叫做五個solid 就是改教運動的這五個唯獨 對不對 從唯獨信心 然後唯獨聖經 唯獨基督 唯獨恩典 然後唯獨為之神的宗教 這裡面有一些解釋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 其實這裡面都是在Google上面找到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你看那個唯獨聖經的話 有許許多反對的意見 都是天主教的網站 聽出來的 所以我們看的話也可以有一點點參考 那麼然後呢 在這個paper裡面 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信條 叫做奧斯堡的這個信條 這是第二本給大家的東西 那麼這個奧斯堡信條呢 對於信義會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信仰的宣言 那麼信義會有一個合在一起的信仰宣言 我們中文翻成叫做協同書是不是 不過看法 好 那我可惜那個中文翻譯 我今天忘了帶來 厚厚的一本 那麼在協同書裡面 就把這個奧斯堡的這個宣言的這個中文翻譯列了出來 那在這裡面特別也提到這個在奧斯堡宣言 那這個呢 其實是莫蘭根他所起草的 因為在奧斯堡宣言的那個辯論的裡面 馬丁路的等於是怎麼樣 等於是個通緝有案的這個囚犯 所以他一曝光就會被抓走 所以他不能去 但是莫蘭根可以去 所以在奧斯堡宣言 那麼我給大家的另外一個東西呢 就是叫做 我不曉得我甚至不曉得 中文叫怎麼樣的翻號 叫做 下面的一份東西呢 叫做這個 Smeta這個article 那這個呢 特別是當時的這個查爾斯堡室 他就要求這些改教運動的人 那麼提出對於整個他們的信仰的主張 提出一個正式的一個宣告 所以馬丁路德呢 就起草了這一個東西 那起草這個東西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給大家的文章裡面 那麼可以補上一些我們看這篇paper 所看不到的這個東西 那麼雖然馬丁路德起草這個東西 可是到時候他並沒有真正的發表 好像他那個時候是生病還是怎麼樣 結果莫蘭根寫這篇文章 就是關於這個教皇的權威 這個在這裡面呢 都講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想我們看了這些之後 對於我們看這篇文章的這個background呢 會有一點點的這個範圍 會有一點的幫助 最後面呢 是我訂了一些我自己都看不到的東西 這是在形上學上這個爭論不求的問題 一個就是所謂的唯明派跟這個唯實派 那這個背後的一些哲學的思想 對於在當時的這些趕教運動裡面的 那些神主的爭論有很大的這個影響 這個唯明派跟唯實派 那麼這篇文章應該算是寫得相當完整 那麼最後面呢 有一個很短的一個文章 叫做如何瞭解這個 Normalism and Realism 唯明主義跟唯實主義 那麼這兩個東西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有沒有一個 Universal Concept這個存在 比方說我們有沒有一個 Universal Concept呢叫做狗 對不對 所以哈巴狗也是狗 狼狗也是狗 Pitbull也是狗 什麼都是狗 那麼一種認為說 我們有一個觀念叫做狗存在 然後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狗 那另外一個觀念就是說 沒有這個關於狗的這個觀念的存在 我們只有個別的狗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那你說這個跟我們宗教改革的辯論 有什麼關係 老實說我也講不清楚 我不是一個學哲學的人 但是我把這些資料給大家 大家過去說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然後幫助你看這篇文章 會稍微有一點點幫助 我現在把這篇文章裡面的一些要點 根據我所看的 跟大家很快的來講一下 其實在這個第47頁裡面的 這一個摘要上已經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就是這篇文章 我發給大家那個藍顏色的那本書 藍顏色的那本書 藍顏色那本書就是特別講到 這個馬丁路德跟宗教改革 因為Cherry要我跟大家講一下 從47頁開始講兩篇 我自己事實上只好好看了同一篇 看了同一篇我基本上覺得 應該都是我們可以理解的東西 但是當我們看這些理解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好處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馬丁路德還有莫蘭頓 他們剛開始宗教改革 是1517年開始宗教改革 在1517年馬丁路德拿出這95條論證之後 他所關心的事情主要是一個pastoral concern 他覺得俗對見這件事情 對於德國的農民 對於他所牧養的那些老百姓 是一個沒有辦法承受的一個重擔 他覺得我們這個教廷怎麼可以做這個事 特別其實做這個事是當地的一個主教教區 對不對 他們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麼當然教廷也從中可以得到利益 他覺得這個是絕對不應該的事情 然後反對馬丁路德這樣做法的人 他們關心的時候說他這樣做呢 對我們挑戰了這個教皇的權威 這個在天主教 這個一千多年的這一個歷史裡面 這是一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他們認為你挑戰了教皇的權威 整個的教會就怎麼樣 就崩潰了嘛 對不對 所以對於當時來講這是一個了不得的大事 而且當時又是一個政教合一的一個社會 在政教合一的社會裡面 皇帝要得到誰的祝福 要得到教皇的祝福 所以這件事情在當時是一個 不可想像的一件事情 那麼可是事實上 當馬丁路德根據這位文章的探訪 他提出九州票論證之後 他也就沒有根據那一方面 來多講一些什麼 反對他的人是根據教會論 根據教會的立場 認為他破壞了整個教會 但事實上馬丁路德還有莫蘭敦 莫蘭敦是在1518年 馬丁路德是威登堡大學的一個教授 1518年莫蘭敦也被認名成 威登堡大學的希臘文的教授 這個我忘了在哪一本書裡面 特別看到那一段時間的經過 所以這兩個人其實他們開始思想 到底這個新的這個運動 除了是對於教皇的權威 提出一些挑戰之外 其實他們更關心的就是在 關於道純方面 關於教義方面 到底我們的教義是什麼 那麼提出來一些跟以前不一樣的教義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麼所以在差不多1530年左右 就是在九書教論證之後的13年14年的時間 他們慢慢的形成了整個改教運動的一些教義 那麼這表達在什麼地方呢 就表達在我剛剛發給大家的這個奧斯堡宣言的這個影片 他們就仔細的把他們的這個教義 把他比較講得清楚 那麼在這裡提到有一個人 叫做可能在這個第幾頁 我看一下 第四十八頁 那麼提到一個人就是William of Orkheim 你們能看到這個在第四十八頁的道主 一二三四五第五行 對不對 這個透過Orkheim這個tradition 那麼這個William of Orkheim是什麼時候的人呢 他是十四世紀的人 一二八七年到一三四七年 那有人認為他的思想影響馬丁穆德 其實這個人是當時的一個非常出名的哲學家跟審學家 當然是在天主教的這個傳統裡面 那麼他如何影響馬丁穆德呢 他可能是很早很早有一個人就提到這個信心的這個重要 他提到說如果我們真的要知道真理的話 不能夠完全靠理性 雖然他是一個邏輯性很強的人 他說我們要真正的認識真理 碰到真理必須要憑著信心 所以有人以為馬丁穆德受了他的影響 所以就開始思想這個信心 在整個信仰過程當中的這一個重要性 那麼然後在這個四十八頁裡面呢 也提到中間號 第一個 paragraph中間提到這個small tail的這一個article 那我在給大家印傳的東西裡面也有這個article 基本上在這篇文章裡面完全的這一個引用 完全的引用 那麼在這一段的這個討論的這個裡面呢 我自己看到一點點東西是這樣 就是在那個時候 馬丁路德已經看到一個很重要的這個觀念 什麼重要的觀念呢 我們現在一般的新約的聖經學者 喜歡說 indicative 然後 imperative 意思就是說 神所給我們所有的命令 是根據神所已經做成的事情 這是現在我們已經慢慢看得清楚的事情 可是你如果看四十八頁四十九頁呢 已經有這樣的一個看法來存在 就是根據耶穌基督的死 根據耶穌的復活 這是神所已經成就的事情 根據神所已經成就的事情 因此才有怎麼樣呢 因此才有他對於我們的這個要求 所以呢 中間有一句話呢 是馬丁路德總結這個改教運動的信仰 如果你用兩句話來說 請看第四十九頁 第四十九頁的這個中間 他說 A Christian is a free law over all things and a subject to no one 因為基督已經釋放了我們 所以我們不再受任何事情的瑕疵 這是神所已經做的事 可是下一句話是什麼呢 下一句話說 A Christian is a submissive servant subject to no one 可是一個基督徒呢 又是一個順從的福人 他要順從所有人 那這兩句話其實有很緊密的關係 哪一句話在前面 一定是前面那句話要在前面 我已經在基督裡完全得到釋放 那麼既然在基督裡完全得到釋放 沒有任何人能夠做我的主人 死亡 教皇 律法 通通不能夠做我的主人 在神所已經做成的體系下 我又要順服所有的人做一個主人 所以如果你用現在的 新約的神學家就喜歡說 這就是indictive 然後怎麼樣呢 imperative 那我覺得這個呢 就是說我這樣看的時候 你知道我這樣看的時候 我就試著把我後來學到的觀念 運用在這個裡面 那麼你如果再繼續看的話呢 會看到這一件事情 這裡面他提到 在這個50頁的最前面提到什麼呢 提到這個第四行 看到這個字也沒有 這個就是所謂的摩尼教 就是主張善惡二元日的這個摩尼教 這個摩尼教在中世紀的時候 曾經有非常大的這個影響 在公元在早期 更在中世紀有很大的影響 現在幾乎已經看不到這個摩尼教的這個蹤跡 因為非常偉大的這個可以說是 這個基督教的這個思想家 有人說他是保羅之後最偉大的神學家 這個奧古斯丁 奧古斯丁最初是一個摩尼教 所以你可以看出當初這個信仰 這個善惡二元論 對於奧古斯丁他是有多大的影響 那麼然後後面也特別提到說 在1930年代剛剛好戰略的時候 這個莫蘭敦就教羅馬書 然後這個馬丁路德就教加拉台書 兩個同一個大明教書 彼此的思想也互相的影響 那在這一段的第二部分裡面 就特別提到這個基督的這個工作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五個這個Solen 對不對 這個是唯獨信心 唯獨聖經 然後唯獨什麼 唯獨基督 然後再來是唯獨恩典 然後唯獨為著神的這個榮耀 那麼所以想到唯獨基督呢 就是特別提到耶穌基督這個代俗性的這一個死 就徹底來改善怎麼樣 改善罪人和他的審判和觀之間的關係 藉著耶穌基督的代俗 就是羅馬書四章二十五節 基督被交給 基督被交給人 是為著我們的過犯 然後他復活呢 是為著我們的這一個誠意 所以他又再引用羅馬書第六章第三節 所以在這一段的某一個地方特別提到多 說這個教皇或者當時的人 針對馬丁路德還有莫蘭頓提出的教義 有一些反駁 可是他們的回應的方法 就是根據聖經來回應他們的這個反駁 所以這是為什麼唯獨聖經在改教運動裡面那麼重要 這是第五十一頁的事情 那麼我現在特別看一下這個第五十二頁 在第五十二頁 那我看那個東西是以前我不太明白的 就是在這裡呢 這個我們現在讀聖經都讀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與基督合一 Union with Christ 特別是改革中的神學家喜歡講這件事情 那馬丁路德呢 也有一個Union with Christ的觀念 那麼這個Union with Christ呢 就是你看現在很多新約的解析書 都認為這是保羅受了當時神秘主義的這個影響 好像我們跟基督中間有一個神秘的一個聯合 可是你看馬丁路德呢 對Union with Christ的一個解釋 卻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很接近我們現在一般的新約聖經學者 對Union with Christ的一個了解 那麼請看這個第五十二頁的 第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第五項開始 所以這 model did not provide the perfect depiction of Christ's gift of forgiveness and the jurisdiction of guilt but Luther used it to proclaim that Christ had taken full position of the sinner's sin and guilt while sinners now possess their sins no more but the possessed only the righteousness and the innocence of the bridegroomed Jesus 他說我們跟耶穌基督合一的一個結果 就是說我既然跟耶穌基督合一 所以我身上的罪通通都被誰拿走了 被耶穌基督拿走了 那耶穌就是我們的新娘 我們是新父 我們跟祂合一的話呢 那麼祂的公義呢 也到了我們的這一個身上 這是祂對於與祖合一的看法 不是一個好像那種神秘主義 或者神秘的這個宗教的這一個看法 那這個呢其實就是有聖經上的根據 在哥林多前書第一章 可能是二十八節吧 講說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什麼 智慧 公義 聖結 救贖 對不對 那就是馬丁路德在這裡所看到的 這個與祖合一 所以我也覺得說 路德在這個地方呢 是其實他的很多的思想 用的句子 雖然不是直接引用聖經 但是整個的思想呢 是根據怎麼樣 是根據聖經上的一個思想 那麼底下呢 他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一點 那我們從來不會這樣子想 就是在第五十二頁 在第五十二頁呢 路德是想像怎麼樣 想像耶穌基督跟怎麼樣呢 跟這個上帝中間的一個對話 我覺得他這個過得很有意思 好像神告訴耶穌基督說 你是彼得是拒絕的人 你是保羅是怎麼樣呢 是武慢跟逼迫教會的人 那麼你是一個暴力的武 然後呢你是大衛是犯奸淫 同時是一個謀殺的人 那麼呢你就是那個 在樂園裡面吃了禁果的這個人 你就是那個在十字架上 同釘的那個強盪 那麼總而言之呢 你就是所有罪人的一個代表 那麼你好像怎麼樣呢 你好像也是犯了人間所有的罪 所以呢必須要你怎麼樣呢 來付上罪的這個暑假 來滿足這個罪的行動 所以他想像呢 在父神跟耶穌基督之間 有這樣的一個對話 那麼我想我們現在不一定會這樣想 但是這個對話可以讓我們明白 當時對於馬定路德來講 是何等大力的什麼樣 是何等大力的釋放 對不對 他看到說所有這些聖經裡面的罪人 所有聖經裡面的大罪人 用我們現在的眼光看 好像放一些不可饒恕的罪 可是呢 這個神可以對耶穌說 你就是彼得 你就是保羅 你就是那個強盪 你就是那個第一個吃了禁果的那個女人 所有的通通都歸到耶穌基督的身上 那這是一個非常生動的一個描寫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你看 我看系統神學的書看不到這個東西 但是你看馬定路德 他想出這樣一個對話 我想對他來講 那他就真的曉得所有的罪名 都在耶穌基督的這個身上 那麼所以呢 在第五十三節裡面這個小字的引言 基本上就是講到怎麼樣呢 基本上就是講到耶穌基督他的道神肉身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他用這樣一個名詞 用這樣的幾句話把它解釋出來 很抱歉 我如果寫一個 summary 可能會更好 但是我因為昨天才開始看 但是呢 對不起啦 跟你承認這個事情沒有關係 那麼所以呢 所以底下在第五十五頁開始 對不起啊 在五十五頁開始呢 就特別提到這個新造或者是再造 跟這個新生 New birth, recreation and new birth 這一段我覺得也非常非常的精彩 在這一段的這個裡面呢 有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個話 那麼這一句話呢 其實就跟天主教當初的這個修行的這個主義呢 是一個有一點點衝突的話 大家有沒有一點點理解 就是說在天主教裡面 有一個非常出名的這個著作 是一個修道士寫的 叫做Thomas Campos 多瑪斯肯培士 那那本書的這個名字呢 這一個叫做效仿基督 這是我們一般最普通的翻譯的方法 但是我猜呢 天主教比較文雅的翻譯 就翻譯成這個尊主聖犯 那那本書就是特別提到說 我們人要好好的來效仿這個基督 磨成耶穌基督的模樣 那麼裡面提到許多的這個靈修的這一個功夫 那麼在這個地方呢 這個馬丁路德特別強調一樣是 請看怎麼樣呢 請看第56頁的最後一段的這個中間 他說怎麼樣呢 他說這一段 他說順從律法不能夠使得罪人得到更新 它不能夠導致一個新的生命 底下這是馬丁路德引用的話 他說律法呢不能夠產生一個新的本質跟新的生命 那麼律法只是怎麼樣呢 只是讓我們再一次的看到我們舊的這個自己 是在魔鬼的統治底下 那麼這個律法呢是使得我們怎麼樣呢 使得我們預備要迎見靠著耶穌基督 才能夠得到的這個新生 所以在保羅曾經說到 我們如果整理整個聖經的話 認為律法有三個功用 對不對 律法的頭一個功用是使人知罪 所以既然使人知罪就曉得說 我們沒有辦法藉著行律法能夠達到神的要求 只有來到基督的面前 那麼律法除了使人知罪之外呢 律法的一個正面的功用 就是有下主的罪用 讓人不敢去犯罪 因為律法說明了刑罰 那麼律法的第三個作用呢 就是律法像是一個蓄門的師父 帶領我們什麼樣 帶領我們到基督的面前 所以馬丁路德講的這句話呢 基本上跟現在的一些新約聖經的學者 或者新約的這些神學家 所講的律法的功用是一樣的 然後它底下特別說呢 This new birth does not take place Luther told his students through imitating Christ 這個新生呢不是藉著什麼呢 不是藉著效法基督而來 這是神自己所做的這個工作 不是出於人的努力 所以我們的罪得到赦免是神所做的事情 然後呢我們有一個新的生命 也不是自己的努力 也不是自己的努力 這是神所做的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呢我這樣請大家自己看一下 那麼底下有一段話呢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最近常常希望在講它的時候 能夠把這個講清楚 但是不太容易講得很清楚 就是在第五十七頁的最後這一段 他說 Thus Luther labeled this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passive righteousness that God unconditionally bestows in relationship with Himself upon His chosen people and the active righteousness they then display in the performance of God's command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born and new 大家知道這句話嗎 這句話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在念一次好不好 路德就是藉著前面上面的引言 他特別提到說呢 我們有一種righteousness呢 叫做passive righteousness 什麼叫做passive righteousness 就是不是我們做了什麼 對不對 是神加在我們身上的 不是我們做了什麼得到這個righteousness 是神加在我們身上的 這就叫做passive righteousness 好 然後呢 可是呢 我們的故事呢 不是只是停在passive righteousness裡面 對不對 他說 神無條件地 在他和他所拣選的子民的這個關係裡面 把這個passive righteousness 加給我們 然後呢 當我們這些人得到了passive righteousness之後呢 那麼好像呢 我們也能夠怎麼樣呢 我們也因為在神裡面 藉著耶穌基督得到重生的緣故 我們可以display active righteousness 所以我覺得這句話講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麼其實這都是聖經上的教訓 但是他用這樣的方法講呢 我們可以很容易理解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稱意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passive righteousness 對不對 不是我們做了什麼好事 是神把這個意呢 就是加給我們 或者講的不好聽一點 是強迫中假 那當然呢 我們的信心 必須要憑著信心來接受 等一下呢 就講到馬丁路德 跟Erasmus中間的這些爭論 我很快都會講一下 那麼可是呢 光是有了這個passive righteousness 不是故事的結束 我們既然是因性成義 我們又在聖靈的工作 得了重生之後 會有什麼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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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active righteousness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能夠perform 我們能夠做 神要我們所做的這個事情 那如果這個話呢 我剛剛已經再一次提到過 這個passive righteousness 好像就是指著我們的稱義 那麼active righteousness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什麼 就好像是我們的成聖 對不對 所以在馬丁路德 你聽他這樣講呢 雖然他沒有用這樣的這個名詞 但是你如果用這樣子的方法來看的話呢 稱義跟成聖能不能夠分開 是不能夠分開的事情 一個是passive righteousness 是神嫁給我們的 可是另外呢 聖靈使我們重生之後 我們應該會有active righteousness 所以稱義跟成聖呢 兩個呢 是不能夠分開的 我忘了是馬丁路德這樣講 還是家爾文這樣講說 稱義跟成聖是不同的兩件事 但是如果我們把稱義跟成聖分開的話 就是我們很可恥地把基督給撕裂了 我忘了是路德還是家爾文講的 好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也特別就看到 這一個我剛剛所說的 indictive跟 imperative 對不對 indictive就是我們稱義 是神所做成的事 imperative呢 就是稱義之後的下文 那我們就有責任 活出一個被聖民所引導的這一個生活 所以呢 馬丁路德就特別怎麼說呢 他說在這一段聖經的最後的這兩端 所以路德 label this distinction of the two aspects of God given righteousness 是 our theology 好 所以我們有兩種程度的這個義 一個呢是 passive righteousness 然後一個呢是 active righteousness passive righteousness呢 是神外加給我們的 而antive righteousness呢 是我們重生之後所能夠行出來的 到最後那個根源是誰 還是神不是自己的努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呢我是希望說 最起碼看這個 我就覺得說 這樣的馬丁路德呢 還是講的這一些 雖然沒有直接引用聖經上的這個話 但是呢還是非常的合乎聖經 那麼在第五十八頁 大家還聽得進去嗎 還可以 第五十八頁的這個中間有一句話呢 是非常的保護 就是談到到底信心是怎麼一回事 你看我給大家的 這個裡面呢應該有莫蘭敦跟馬丁路德 對於信心的這個看法 莫蘭敦特別強調 這個信心不是只是知道 不是只是recognize 不是只是同意 信心是什麼呢 信心是包含trust 包括相信 那我覺得呢後來 你如果看John Murray的那本書 那個 那本書好像中文翻譯很有 但是翻得不好 叫做Redemption Accomplish and Applied 那麼這個呢 這個改革中的神學家喜歡說 Order Historia 跟Order Salutis 意思就是說呢 這個救恩呢 是在歷史上所成就的 那麼救恩如何應用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也特別提到這樣子的這一點 就是信心的三個層面 首先是要知道 根據知識 沒有知識就沒有信心 或者說沒有知識的信心就是盲信 就是迷信 第二呢 信心一定包括那種信賴 信心一定包括說 把這樣子的一個知識呢 應用在我的身上 然後他談到第三步的信心呢 就是一種偽聲 對不對 既然我有這個知識 既然我相信我願意接受這個知識 在我的身上 那麼信心一定產生一個結果 就是尾聲 所以信心最後的試驗就是什麼 就是順服嘛 對不對 Obedience of the faith 這是在羅馬書第一章第四節所說的 叫萬國之中為他的名怎麼樣 這個我們中文聖經翻成 信服真道 翻的不是特別好 英文是Obedience of the faith 對不對 就是因著信心而產生的順服 所以這信心一定有三個這個步驟 這個我猜我們中文有沒有人上那個 人如何改變 有沒有人 人如何改變裡面那個盤行之上 也一定會講到這些事情 所以馬丁路德已經在這邊提到 這個信心的這個要素呢 就是一定怎麼樣呢 一定是使得我們能夠相信神 使得我們有能力 有這個可能性 能夠實現神的這個旨意 所以這裡面呢 就是這一段馬丁路德講信心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馬丁路德就提到一件事情是 Puzzle馬丁路德的事情 我覺得有的時候呢 也會Puzzle我 那就是說為什麼有時候基督徒 還是不能夠過一個得勝的生活呢 那似乎馬丁路德對這件事情的答案就說 你不要只看自己的失敗 你要看什麼 你要看神的影訊 似乎這是馬丁路德的這個答案 好 那麼所以呢 請看第六十頁的這一個 quote I know that God has accepted me that I have the Holy Spirit not because of my own worthiness or virtues but for Christ's sake who for our sake submitted Himself to the law and all the sins of the world I believe in Him If I am a sinner and I stray he is righteous chi